大家好 歡迎收看很少千斤 今天大盤開高左低 今天跌24點 那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上跟各位講 目前是一個高檔震盪的格局 所以在高檔震盪的格局 那你要看的 就是在族群跟個股 我現在指數在最近 它是慢慢的將底部做一個墊高 如果你太在意指數 那其實很多個股它的一個買點 那你就會錯過 我說在短線上 這個地方你要去注意 我說10月11號這一根 這一根黑棒的低點8349 如果沒有跌破 這個地方短多它不會轉弱 所以今天拉回來其實也沒有跌破 今天連昨天的低點都沒破 今天最低8380 那昨天的8376 所以我說今天 在整體的一個盤勢來講的話 它量收震盪的一個格局 它沒有改變 而且各位你看到 外資它是一路的一個買超 挺台股你看喔 從頭挺到尾 所以這裡的一個操作 我講過第四季 你一定要避重就輕 所以避重就輕 當然這裡的選股很重要 除了說在整個生計 這個族群 當然我講過它持續的在做一個什麼 輪漲的一個格局 所以最近在整體呢 一財股慢慢的又開始底部墊高 所以如果一財股呢 它領先來做一個攻擊的話 那慢慢的整個族群它又被帶上來 我現在六月底各位很清楚 液態呢 那我們是不是在第一檔 我們告訴各位 這檔股票呢 你要做好準備 那到現在各位你看到 如果你在底部呢 你去做買進到現在 它還是在高檔喔 而且外資呢 最近呢 持續了一個買超 這檔個股 所以我說 在這裡你真正的能夠去找到一檔 有機會的股票 那你用呢長波段的一個操作 那這種波段的股票呢 那當然每一次呢 拉回了一個轉折呢 那你一定呢 要再買它一次 所以這個波段的 包括像4168的唐年 包括呢 4162的自行漾 目前都還在高檔震盪 所以這種股票你總共在低檔 能夠呢買到 那你就呢 一路的暴老 然後找機會 再買它一次 那最近短波股 我現在你也印證到了啦 因為很多人說 啊這個地方 好像呢沒有行情 但是 各位 最近呢你印證到 來 4934太極 昨天呢 那我們是不是在高檔 帶你賣掉 那短短呢 各位你看到 1234567個交易日 那是不是24% 那在整體呢 各位你看到 這一檔呢美食 你看我們在介面會 介紹給各位 如果呢你從低檔這個位置點 你根本呢一路坐上來 來 昨天呢我跟各位講說 強勢股不會一日反轉 來找盤 各位有沒有開高 所以找盤呢我們開高呢 那也是呢做獲利 賣出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呢慢慢呢 我們又開始呢 轉到呢 之前我們告訴各位 就像這檔合一 來各位 是不是從低檔 在40塊以下呢 我們帶各位呢 那一路呢操作上來 那雖然說 它的一個漲幅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連續呢 三四次的一個 短價差的一個操作 我相信各位 那一檔古廟呢 在這個地方呢 你先賺價差之後 未來如果主身段 它發動了 那也有可能呢 一個波段 能夠做上去 所以在這裡 你一定要找到呢 真正的一個主流 然後在主流裡面呢 你鎖定了 兩三檔的 波段的一個持股 那其他的呢 你這個地方 你用短波段的一個操作 我相信呢 這樣的一個操作 策略來講 那我相信 你才能夠 在現階段的盤勢當中呢 那不斷的能夠獲利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要買強 不買弱 那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呢 以目前呢 第四季的行情 那我跟各位講 機會還是非常的大 以往呢 你看到 這13年來 有十四上漲 有八成的一個 上漲的一個機率 所以 這裡呢 你一定要做多 那 你不能說這個地方 你在趨勢呢 往上的時候呢 你去做空 你賺不到大錢 但是 你一被咬到的話 那你看 整個波段上去 那你做空呢 你還是一樣 會賠錢 你要利用的 就是呢 在每一個轉折 你看 每一個轉折 你能夠抓到 不同的股票 我相信呢 各位 你的獲利空間呢 那是不是最最大的 所以 巴倫周康告訴你 未來呢 台股呢 台股十二個月 報酬率 渴望達到兩位數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我相信 在整個外資呢 他看多呢 整個台股 未來一個後市 但是這也不是說 在短線上 我說呢 在這裡 你的眼光呢 你要把它看遠 所以在這地方 你的選股 我也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單單說 只是要選擇呢 第四季 的一個潛力股 我說你第四季這個地方呢 你即將呢 要跨過呢 新的一年的時候 那你在這裡 你去掌握了 也是呢 在明年呢 它有機會的一個族群 跟個股 各位你回想 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四季LTE呢 是主流 那當時 我們介紹呢 各位 那這一檔呢 波羅威呢 你看 我們介紹的時候呢 才二三十塊之後 各位 一路大漲到86.7喔 所以我說 你能夠去掌握到 整個主流的一個族群你看 那你看 今年的一個漲幅呢 那是不是相當的一個大 所以這次紅軍 我給各位的觀念說 現在已經來到年底的時候 那你也要選到 明年呢 真正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主流 族群 所以我講過了 看對 做對呢 你才會一路贏 來 聯發科 我相信你拿到 這份研究報告的 都很清楚 我說為什麼要送給 各位的研究報告 是要加強呢 各位 你的信心 因為 昨天聯發科呢 利空 那我們也跟各位講說 不用趴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 昨天去看這個新聞 一個訊息來看的話 那其實這個清錢的部分呢 那也不是在聯發科的一個 主力商品 所以 這代表它的 對整個營運呢 它的一個影響呢 它不會太大 那 如果呢 你昨天去殺低 各位 那今天聯發科呢 那你看到 是不是又再拉上來了 你昨天殺低 是不是又殺在低點 連續呢 兩根紅棒上來 那又接近呢 新高的一個位置點 如果呢 它再創新高 那我相信呢 這檔股票 它還是要在 還是要呢 再拉一段 所以 我說呢 聯發科你也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呢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講 它是出量 去代量呢 去突破 而且呢 法人持續在買 見證呢 指檢代表說 散負呢 在這檔股票 真的很少 所以這些呢 都是鎖定在 特定的手上 所以呢 你要呢 就是要一個持續性的一個操作 因為 我講過說 在這個地方呢 你要買強不買弱 因為 如果呢 以聯發科來看 各位 它是領先股 你看 電子指數它還沒有突破 但是聯發科呢 那已經領先創新高 如果說這種強勢的 領先的一個指標 它沒有長的話 那你認為 電子指數會長到哪裡 所以呢 各位 你一定要呢 在這個地方呢 你要 冷靜 思考 好的 股票要拉回來 要怎麼做 這非常的重要 就像說 昨天 你看到聯發科 對不對 在美 遭到清潛 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針對聯想 LG 任天堂 包括Panasonic 包括 三星 東芝 聯發科 這不是說 只 單單的是聯發科 一家公司 但是呢 它是針對在哪裡 光碟機 包括桌上型 桌上型的筆記型 電腦 包括郵寄器 包括電視機 包括DVD的播放機 相關 相關的一個零組件 來 它提出了 侵害專利的 清潛的調查 我說聯發科 主力產品在哪裡 智慧型手機 所以這個影響大不大 如果說影響大 那昨天呢 各位 應該是打下來 但是沒有 昨天的開低走高 拉紅棒 今天一根紅棒 是不是又上去了 來 今天呢 大和政的報告出來 聯發科 第四季 有驚喜 這個目標一家 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相信 我們當時給各位的 支撐的位置點 你也很清楚 所以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這 同樣的是在做高價股 那我相信 在六月底 洪敬我跟各位講說 你在印證三個月 你就 非常的清楚 我跟你講的都是真的 這叫聯發科 如果這三個月 同學們 你看 如果你報到現在 你是賺錢喔 你是賺錢喔 如果你從319報到現在 同學們 我相信呢 能不能夠讓你賺錢 對不對 但是 如果同樣的時間點 你去買TPK 來 到今天還在破底 到今天還在破底 這是高價股 那TPK是之前 你看喔 很多同副老師呢 喜歡帶你買的喔 而且在高檔一路 買下來 達出名譽 你去想一個問題 一樓一日買下來 總有誰買的價點 所以呢 我說呢 這些投機老師 那我相信 他買 他在買最低點 他的用意在哪裡 他是在展現說 他很厲害 我現在人不是神啦 所以要有正確的操作觀念 我們要帶會員 就要讓會員獲利 那你要獲利之前 你一定要去避開那個風險嘛 對不對 空投的股票 你怎麼可以做多呢 所以這個我們一直跟各位講說 TPK你看 那天的漲停板 有多少人跳進去告訴你 你看他買TPK 他很神勇啊 當天很神勇啊 對不對 但是外資買一天之後 開始避免啊 對不對 隔天開高之後你看 那是不是呢 又開始破底了 所以昨天跟各位講說 他連夜線都還沒有站上 而且五日線都還沒有站上 那這種 這一種呢 弱勢的股票 那你去搶反彈 那我相信投資朋友 那這個風險性 是不是相當的大 不是都一路買 你看 這裡是最低 後來還破底 這裡是最低 這裡是最低 到最後呢 投資朋友還有更低嘛 對不對 同樣的 宏達店我昨天講 至少他比什麼TPK更強 為什麼 因為他站上夜線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呢 在這裡 你真的你要去買對股票 那才是最重要 單單這三個月 你去印證 聯發科跟TPK 那我相信 你買聯發科 你跟我講 買聯發科到現在是賺錢 但是呢 你買TPK 你看啊 是大賠的 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操作的觀念 你真的要把它建立起來 那這一份呢 資料呢 我相信 小聯發科 洪軍呢 我在見面會呢 送給各位 那這檔股票 我說不用追高 他有一次呢 突破後的一個拉回 那這一次拉回 你要做好準備 那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地方呢 一些呢 好的股票呢 不是只要做一天兩天啊 我講過 你現在 那你可以操作到明年的股票 一定是在這一種 這一種呢 營收呢 大成長的 而且喔 在整個呢 有 這家公司呢 有新產品呢 推出的 而且法人喔 他有手碼 就是法人能夠撐腰的 這種 這種股票的話 那你在這個地方你要蹭什麼 拉回 因為你 來不及呢 再低膽買 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我講過 第一個階段 你每買到的話 那拉回 有一次回撤 那量收呢 你就要做好準備了 那 那這一次我們北中南的見面會 那 或許啊 因為桃園呢 鄉親呢 這個人家說 老師 你都去 你都去 台北 台中 高雄 啊 啊 桃園 弱掉 那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還是一樣 這一次呢 林底的波段趨勢的一個主流呢 我們幫各位掌握 如果你錯過美食 那我們呢 美食第二呢 那我們也會 來到現場呢 來做一個公開 所以呢 12月 10月呢 25號 就這個禮拜五呢 7點 桃園呢 同學們 我現在呢 趕快做好預約 而且要索取呢 入場的一個編號 那這一份呢 小聯發科的研究報告 我們在現場呢 會來送給各位 我希望他好好掌握 這樣一個機會點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新莊副東新庞 聚播造陣計劃 緊鄰大台北水岸公園 I c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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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紫陽重劃區 臨場指標 預約兩年後的融解 捷運生態水岸宅 蘇黎市 8295 0033 輪圓頭部 紅頭之載 2013年 全新研究團隊 並持專業良知 認真用心 強要服務負責 迅速積極 現場先知先覺 永遠領先 續上知覺 堅持好進好出 保證待進一定待出 深入產業面向 掛掘潛力標股 布局拖斷底部 複製成功模式 善用短線價差 累積人身財富 輪圓頭部 智庫春線 02-7725-8899 輪圓證券投顧 以打造台灣 成為理財幸福島為最大面積 為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不惜重金 沿覽業界頂尖的攻擊師 絕對值得您 用信任托付 讓最懂理財的團隊 替您做好精準的通話 找出最佳的買賣點 幫您贏得燦爛的延伸 輪圓頭部 智庫春線 02-7725-8899 7725-8899 7725-88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理財週刊用心為您精打細算 每一塊錢 即日期訂閱12期送三期 只要2288元 訂閱26期只要4288元 訂閱52期只要8188元 再想精選好理二選一 詳情請下02-239-26680 或上李舟網站查詢 歡迎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說在大盤 這個地方它多頭還沒有轉弱之線 個股拉回來才是最好的一個機會 我說你要找到一兩個超級主流的一個族群 你在這個族群裡面 你持續的可以去找一些個股 不管說在整個波段或是在短波段 你可以持續性的一個操作 尤其說你能夠再找到一檔超級主流股 就勝過你什麼 勝過你手上的十檔弱勢股 我相信各位 六月底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講的這一檔4163的液態 那液態是一家老公司 所以呢 它的一個主要業務是經營醫療的一個器材 精密的擴建跟微波開關 等關鍵的零組件的一個製造 所以我說在整體呢 它切入深入性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手術器的一個機械零件 我相信這一種呢 它的一個介入門檻相當的一個高 所以在整個液態呢 各位看到去年賺4塊到5塊 今年呢 如果說整體的一個獲利呢 大概在5、6塊 那明年呢 也會保持在那個水準的話 那我相信這種公司 它是穩定的在成長 所以我說在低檔的時候 那當然你要去做好準備 所以我說在第一個階段呢 你沒有做到的 來各位 我說呢 第二個階段 你要掌握到 那這個都是呢 我們跟各位講說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呢 你要如何的去掌握 那是相當的一個重要的 那在一財股裡面 包括說這一檔的紅電衣呢 因為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能呢 在整個營收 因為在整個景氣的一個關係呢 它是呢 大幅的衰退 但是我說這種轉期股 如果營收能夠回溫的話 那我相信 它的一個機會呢 相當大 所以股價拉回來呢 各位 呈現一個破底 但是它能夠在低檔拉長紅 所以我說 它是一個破底翻的行情 來各位 第一個階段呢 這五根你沒有做到的 來 第二個階段 有沒有告訴各位 要趕快來掌握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呢 如果你能夠去掌握到 每一次的一個轉折的一個買點 來各位 這創新高的 創新高的獲利機會 那當然就是你的 所以這個呢 都是呢 我們事先呢 來告訴各位 所以目前呢 在高檔突破 它在量收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在放量呢 再往上攻 所以這種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 你不用去殺低 如果說這些股票 如果你沒有掌握到 我相信呢 最近呢 我們呢 也是呢 幫各位去掌握到 這一種呢 你看喔 都是整理一大段的個股 雖然不是說 你買在最低 我說呢 你要買的是買一個什麼 確認了買點 來 美食呢 當時呢 這個地方呢 它突破後的一個壓迫 我說機會來了 來各位 我相信呢 在見面會 你掌握到了 這檔股票有沒有讓你賺到 後來 各位你看到 是不是呢 呈現呢 噴出一個拉抬 即使創新高 我說 短短的幾天 各位 如果你能夠呢 獲利呢 兩成以上的話 那我相信 那這也是呢 短波的一個操作 能夠讓各位呢 能夠賺到 今天呢 那我們呢 開高獲利賣出 所以呢 我們資金 那當然 我們還是一樣 往最有利的地方去 如果 在 這一檔美食呢 你沒有做到的 那 桃園呢 投資朋友呢 你要特別注意 那這一檔 也是剛剛突破 對不對 那下禮拜呢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掌握點 所以 禮拜晚上呢 你要趕快呢 事先來做好準備 所以這檔股票 它如果呢 再往上去突破的話 那我相信各位 它還是呢 有一個波段的行情 所以它是 整個呢 一流流通業務的 持續呢 在增溫 而且呢 它是供大陸的長照的市場 所以這商機呢 相當大 所以帶量突破 你看喔 拉回量收了喔 這個量呢 放量呢 它很容易呢 再去做一個什麼 攻擊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說 在任何行情呢 你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 你不要說 那每次呢 你都是等到 那股票已經大漲一大段了 那你看到 那前市場都在講 那利多呢 出來了 那我說呢 都來不及 我相信 太陽能呢 在9月中旬 洪軍有沒有告訴各位 它是實業的主流 你當時你不會相信 但是等到呢 各位你看到 從低檔喔 那一路漲上來 已經來到高檔的時候 那是不是大家呢 都開始跟你講太陽能 那 洪軍呢 我說 大家都跟你講太陽能 而且太陽能的利多出來的時候 洪軍我在做什麼動作 我在做什麼動作 即使你這個動作呢 你能夠去做的 我相信呢 你才能夠呢 在每一個階段 都是呢 在這個市場的一個贏家來 各位就是要獲利嘛 對不對 你看茂底 我們就是呢 把資金轉到有利的地方 轉到聯發科 對不對 綠能呢也是一樣來到高檔 有沒有前數呢 獲利拔檔 太陽能呢 我們不是去看花 是因為呢 短線它長多 那我們呢 賺到那當然 要先呢 獲利湯 那等到說 這個族群它整理完了 它開始呢 又在攻擊的時候 那我們呢 我們呢 會再次的幫各位 做一個買回的動作 核碩呢 投資表 碩呢也是一樣 對不對 從低檔你錯過新日光 我說這一檔 也是從低檔剛剛上來 各位 你看喔 那短短的 這段時間 你看 那是不是呢 能夠幫你獲利 這個都是來到高檔喔 前數呢 幫你獲利喔 那資金我們在轉入什麼 生計股 對不對 太極一樣啊 對不對 它這個都是呢 整理一大段 而且去突破的 你要掌握的是第一個 確認的買點 如果掌握到 各位你看到 太極有沒有連續創高 有沒有連續創高 你看喔 這個都是我們在最短的時間 來 短波股就是呢 賺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運氣好五根六根呢 那你還是要做賣出喔 來各位 12月12號有沒有呢 再高檔帶你出來 所以 現這一段 你們再去追太陽冷 那是不是都來不及了 那接下來呢 在低檔的這些個股 我們如何的去掌握 很重要 所以呢 我們新的股票呢 我們開始在推出了 我也希望呢 各位你要做好準備 包括像航空城 那中貴是不是突破壓回 對不對 遠雄呢 他也是突破壓回 來各位 那這一檔 從底部剛剛上來 九月營收葉真呢 三層喔 第三季營收 季增 一層 NB的新機效應會帶動什麼 營收的一個增溫 我現在這檔股票 你一定要在明天呢 第一個時間點 你要跟進來 這種從底部剛剛突破的 我相信 才是你真正喔 同志朋友 在現在呢 要去做好準備的 股票呢 沒有那種追高 能夠讓你大賺的 你一定要買這一種 剛剛呢 從底部呢 去突破的 那另外的 在整體的這一檔 小聯發科呢 我也希望 同志朋友 他是營收新產能 包括呢 法人呢 這個地方呢 所擔的個股 現在也是在低檔 低檔 低檔剛剛突破上來 所以呢 拉回來呢 你要做好準備 那這檔股票 如果呢 你來到呢 10月25號禮拜五 桃園的見面會呢 紅軍呢 我會來送給各位 那包括 包括呢 美食第二呢 我們在現場 來做一個公開 所以我希望 各位呢 要好好來掌握 這樣一個機會點 趕快事先呢 做好預約報名的動作 明天同學再會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公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深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妝 《理財周刊》推出 《贏家日報》產品 每日提供火線強固 集反式分析 8月27日 《贏家日報》推薦 成菜 波段漲幅達78% 9月9日 《贏家日報》推薦 巨象 波段漲幅達27% 您還在等什麼 現在來電 就免費送您贏家日報 或許專線 0223926680 深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深田藥妝 輪运投顧洪投資仔 2013年 全新研究團隊 秉持專業良知 認真用心 強調服務負責 迅速積極 現場先知先覺 永遠領先市場知覺 堅持好進好出 保證待進一定待出 深入產業面向 掛掘潛力標普 不足拖斷底部 複製成功模式 善用短線價差 累積人身財富 輪运投資 輪运投資者 輪运證券投顧 已打造台灣 成為理財幸福島 為最大面積 為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付其重金 沿覽業界頂尖的分析師 絕對值得您 用信任托付 讓最懂理財的團隊 替您做好精準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買賣點 幫您贏得燦爛的元申 輪运投顧智服專線 0277258899 77258899 預防狂犬病 請不要接觸 獵捕或飼養野生動物 如果被動物咬傷或抓傷 請務必記住動物的特徵 並立刻用清水沖洗 消毒傷口 趕快就醫 愛牠就要帶牠去打疫苗 更不要拋棄牠喔 預防狂犬病 多點警覺 多點安心 相關疑問 請播1922防疫專線 謝謝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甘甜但溫暖 細心的微笑 低調但實在 真心的微笑 真心的微笑 真心的誠明 真心愿 對 感谢观看